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徐中路的办公室 你去吧 还及时了 谢谢啊 赶紧制止吧 我今天必须一见到玫瑰 我们赶到徐中路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阴谋吗 现在没准就有一把枪对着你 我查了你们公安局的总机 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来着 卢局长 他说他姓卢 你跟他说你是谁了吗 我说我是蒋东智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为什么 如果玫瑰真的有问题 我死了 他也跑不了 你还有点心眼啊 喂 老韩 老韩 怎么样 不是晚了一步 是晚了两步 我们来之前 卢阳和董和已经来过了 徐中路 办公室的电脑还在线上 那个假玫瑰已经离开了 对了 你再说一遍 刚才你说在你们之前 谁去了开发区 卢阳和董和 他的伤那么重 他找死啊他 对了 哦对了 还有啊 你马上通知 董和和贵建东 立刻赶回局里开会 就说是我召集的特殊会议 必须参加 他们两个人谁不来 谁肯定就有问题 到底要去哪儿 南段 喂 我是董和 全部不接电话呀 韩前辈 什么事你说 你听着 陆局召集紧进会议 你马上到局里来 哦 明白了 放心吧 我这就回局里 绝对不迟到 是不是要走滨海路 直行 南段 你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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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干这么简单的活力 你也不敢去 防备怎么教育你呢 啊 华哥 咱别到了 咱走吧 我真的不想去 你不想去是吧 来 拿的 拿了 杀了我 杀了我 你可不去啊 华哥 你摇了我吧 我真的不敢去 我怕 你怕 怕你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上了这条路就不能怕了 兄弟 我也害怕过 但这是老板让干的了 除非你是个死人 婉玲 你什么时候 你要去哪儿啊 去买早餐 拎着帽 华子 你把东西放下 华子 放下 Marilyn,我和你一位女士 Marilyn,我和你一位女士 我是警察 公安局刑侦队的 您是蒋宗志的母亲吧 是的 怎么样 有我儿子的下落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姐俩拿不到钱能跑吗 你姐在哪儿 我不知道 钱呢 梁小曼你可是我的女人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对吗 告诉我长老的密码 我没有 我只有徐中露的密码 我姐的我不知道 你知道 那你们往哪儿去 在哪儿会合 我们说好各走各的 在布宇诺斯艾丽丝会合 求你了我儿子别打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告诉你 我和我姐的联系方式 我自己知道 你好, 你所拨打的電腦海底關機 抱歉, 這是電腦海底關機 她關機了 我沒說好了, 我再聯繫 楊小白, 你就是個笨蛋 十個你也比不上你姐姐 她是想拿了錢把你給甩了 把瑟, 你別再幹了 我們一起逃吧 有件事, 我必須得告訴你 一切, 你把我 cross 你可不可以不要, 它會被打 你不需要去嗎 我還不可以, 它會被淹賀 你已經淹水了 你又要去哪裡 你又不需要去哪裡 她是收到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来 讲动之我命令你过来 这要是我不笨 周道哥能把那两个人都枪毙吗 别想那天的事了 你说你听到那个老板的声音很耳熟 你仔细想想怎么耳熟了 在哪听过 你把我带到这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把我带到这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要把我藏在这啊 你是不是让我在这躲着呀 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天我在这躲够了 我才够了 我告诉你啊 我杀过人 他们病的 我还洗过你们警察 洗击过你 我这么多天我死过好几回了 我现在不怕死 我要反击 反击 杀我 我杀你 我那麽全手全手 全手 你去哪儿啊 我知 去哪儿 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去哪儿找 我们难道不该在这儿好好想想吗 为什么安排到这里来谈话呢 到公安局去不是更好吗 啊 案情比较复杂 安排在这儿主要是考虑您的安全问题 你跟我说实话 徐中路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杀的 他当时被绑在那儿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又没逼我我干嘛杀他 那是谁 而且为什么把尸体转移到你家 谁杀的我不知道 把尸体放我们家 那就是对他陷害我 可是谁又有你们家钥匙呢 我们家钥匙我有一把 我妈有一把 我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 是在六天前 大概是晚上八点半吧 一般都是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他开始上班 我们也吃完晚饭了 肯定在家 你干嘛呢 我到洗手间 孩子 你这个手怎么了 前两天执行任务负伤了 前两天执行任务负伤了 我去洗手间 可以吗 去吧 我去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那里做食材 我去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我让你洗手间 那个沙头 이沙头 把沙头发动 就要洗手间 有一条车 我去洗手兄弟 你很想洗手间 你洗手间 这是你洗手间 你洗手间 当时 宰子 跟我到码头 看见有一条船 你咋的跟我说 那个时间应该没有船 那一定是那个船的主人 对 就是那个船的主人 把徐都路给删了 然后再当家伙给我的 那你看到那条船的时候 是几点 几点 记不太清楚 我当时就想着 赶紧快离开那个 什么倒霉的破秦岛 再说我还带着崽崽呢 我怕那孩子 因为我把命给丢了 哪顾得上看时间啊 那你能不能估计一下 从你看到那条船 到你让崽崽通知我 大概有多长时间 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四五个小时 做什么都足够了 他娘了 肯定是那个叫什么老板的 他就是那个船的主人 别动 别掏枪 董和 你很好 保持这个姿势别动 贵队 别动 你现在涉嫌窝藏犯罪嫌疑人 你已经不配叫我贵队了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蒋东智已经被通缉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如果找不着他的话 我还配叫人民警察吗 我现在郑重地警告你们俩 如果不照我说的做 你就会开枪 我会在报告里说明 你们有拘捕袭警的嫌疑 因为你们两个都有枪 好了 蒋东智 你现在慢慢地站起身来 转过来 把枪跑出来 慢慢地放在地上 慢慢地放在地上 插出来 赵队说得错 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 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 照我说的错 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民警察该做的 把枪掏出来 放在地上 要不然我现在就开枪 照我说的错 慢慢地放在地上 慢慢地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站起来 枪踢过来 现在轮到你了董哥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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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你当中像洞察姐是吧 把枪掏出来 放在地上 我命令你 踢过来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 因为你该死 鬼队 你不能这样 住口 江东智 你还真有点本事 你砸的我那一下到现在我还头晕呢 你要官报私仇是吧 因为你必须得死 鬼剑东 闭嘴 我说了闭嘴闭嘴闭嘴 老鬼 卢阳 你怎么来了 是周国琴让我来的 是王辉让我来的 是现在躺在医院里正准备生孩子 却已经失去丈夫的胡雪让我来的 别在那装神弄鬼的 这儿没你事 你就是那只鬼 老鬼 谁还能在你面前装神弄鬼 谁还能比你更会装神弄鬼 你什么意思你 别动 把手挣起来 你还不承认 老鬼不是你的外号吗 十几年前 你和周国琴王辉刚进公安局的时候 他们不是就这么叫你吗 我在执行公务卢阳 别说那些没用的事 你知道我身上没 你也知道我刚从医院来 身体虚弱 我不会妨碍你任何行动 请你给我几分钟时间 让我说几句话 说给你听 也说给蒋东志和董和听听 让大家心里都明白明白 好吗 算我求你了 站住别动 你找死你 我早就怀疑我们内部有鬼 我第一次怀疑你是因为电脑里王辉的画像被删掉了 是你干的吧 那天你刚好回局里 我刚好离开 你有时间也有动机 王辉是你的朋友 画像一出来他很快就会落入法网 你胡说 我跟王辉早都没有来往了 王辉在被你击毙之前曾经接过一个电话 用萧小春的话说他接完电话后煽然泪下 王辉说你 老鬼 够朋友讲义气 你敢说那个电话不是你打的吗 王辉真傻 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所以在他绑架萧小春离开的时候 碰到你一点防备都没有 被你一枪毙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倒地的姿势不会那么规矩 还有他的手机 你真细心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都不忘记拿走他的手机 是因为他的手机里有你的通话记录对吧 鬼剑多 如果你不是那只鬼 以你的素质 你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员 哦 原来你是个黑警察呀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要杀我 听你这个声音我想起来 我在秦藏别墅听到过你的声音 你们不是在开会吗 没想到吧 我就在你们藏毒品那个小屋里边 蒋东芝开始告诉我 周队的心上有跟踪器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们差一点 差一点就开枪杀了他 我受不了别人怀疑我害死的周队 他是我师父 从前刑警队的第一天他就是我师父 我现在明白了 我把鞋子放在他办公桌上以后 是你动的手脚 你有作案动机 更有作案时间 对吗 鬼剑多 你的作案动机就是周队已经掌握了你们团伙的重要证据 但可惜 周队一直都没有怀疑到你 那是因为周队不敢相信 你一个自称是人民警察的副队长 居然黑的那么彻底 周队一直怀疑十年前王辉被开除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推断 王辉不过是你的替罪羊对不对 好了 你们现在都不能活了 是你们逼我这样做的 你承认了主席 我并不想害死谁 尤其是周国勤 可是他太爱管闲事 海运房地产公司有经济问题 应该归精神罪管 抖私毒品应该归禁毒罪管 十几年前的事情 早都已经成了定案 可是他还要管 没有想到 王辉会让他死 他死了这几天 都很难过 而且到现在都很难过 你们知道吗 难过 难过 你不配 周队牺牲了 我没有难过 到现在为止我还来不及难过 因为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我要做的就是鸡拿凶手 你这种垃圾也配难过 你配吗 卢洋 我没那么傻 你别想着激怒我 我知道 你不怕死 你想用你的命 换他们俩的命 你做梦 我就想不通了 我就想不通了 你一个公子哥 怎么会这样 龟建东你说的不对 我不是什么公子哥 我爸是公安局长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都无所谓 我之所以这么做 我做 是因为我憎恨罪恶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心中一直装着一个名字 人民警察 现在 人民警察就要行使保卫人民的职责 有本事就冲我开枪 你已经打死了一个跟你在一起十多年的战友 再加上我一个新兵不算什么 开枪吗 开枪打死我 打死这个站在你面前的人民警察 你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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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别开枪 不要 他必须接受审判 你敢吗 龟建东你看 这是周队的防弹衣 洛阳 洛阳 哎 有什么感觉啊 你别紧张可能是要生完 我现在去通知医生马上送你去产工 灵芥姐姐 千万别跟胡言说 他现在在工作呢 好 好 接着说呀 你老看着我干嘛 你什么文化 你什么意思 你上到高中还是初中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上了年纪但眼神好 你写了很多的错别词 真不归你短 小伙子 其实我早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是警察 谁说的 警察有你那儿的头缝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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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对了吧 哪里有警察 拿着枪对着老百姓的 你少跟我废话 你绑架我了 对吗 你猜对了 这我就放心了 你说什么 你绑架了我 肯定是因为我儿子 你绑架我 证明我儿子 没有走歪道 老公 季守核 跟踪了桂建东的手机 我们赶到车间的时候 卢阳和董和 已经把桂建东制服了 那个蒋同志呢 我们赶到车间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什么 怎么回事 董和怎么说呀 董和说 他听到警车声就怕 我们去之前跑了 去吧 局长 蒋同志是怎么回事 他去哪儿了 我 行了别支支吾吾的 傻丫头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相信我们 你 老韩来来来来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一个叫老板的毒枭 已经隐匿了十年 周国勤同志的牺牲 以及最近几天 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与他有关系 跟你我们掌握的情况 这个叫蒋同志的 一直与他有来往 所以我希望你马上告诉我 蒋同志到底是去哪儿了 这可不是小事啊 我 我告诉他 他妈来新舱找他了 只剩几天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你母亲和我的岁数差不多吧 你话太多了 你要是再多话 我就找毛巾把你嘴勒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孩子 别生气啊 把这个枪放下 你看老举这个枪多不好啊 把他放下 你放下 孩子 你渴了吧 我给你烧点水 不许动 客气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声音 你可千万别紧张 我们几天了两天一定能顺着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标的事情 实际上是使得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师父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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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怎么了 我住院她也没去看我 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回了家 半个钟头钱 你回家时候她还在家吗 没有 邓居 那些钱 是你给我们家老钱的吗 什么钱 我回到家里 看到床上都是钱 有好几十万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敢出去 我给老钱打电话 他也不接 这是怎么回事 你太让我伤心了 我一生无儿无女 我一生无儿无女 你知道吗 我曾经想过 我死后 我要把厂业留给你 你说什么 钱建国不是你孩子的父亲 我那两个孩子的父亲 早就死了 我是后来认识她的 那她以前是干什么的 你知不知道 她能干什么 她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我跟她生活了十几年了 我跟她生活十几年了 就托她是个好人 可是我孩子还小 我不给他们找个父亲 谁供他们上学 你可真是嫁了一个好人 阿姨 你可真是嫁了一个好人 他不是一般人 他叫老板 人人都叫他老板 老板 老板 我给你清茶 你把我放下来吧 很难受 真难受 我也很难受啊 你就陪陪我吧 好不容易有一个间啊 现在又丢了 你把我放下来 你把我放下来 你不如人情 我不如 你给我放下来 你把你放下来 你把他也给你等着 有什么了不起的 脑袋掉了完蛋的疤 我告诉你 大爷我做梦都想当英雄 你有本事你把我杀了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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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接着妈 妈 你个大爷讨厌人 你真不怕死啊 我说啊 你还好意思当出租车司机啊 文明公约你还会呗你 文明公约 胡子 还是把她嘴给我封上吧 董和 我是蒋东智 怎么样 见到你妈了吗 听着 老板就是钱建国 和我搭档开出租车的老钱 他现在绑架了我妈 我得去赴约了 他给我订的时间快到了 万一我要是打不过就死了 你帮我收尸 别让你们那些警察都去 他会把我妈给杀了 你不能自己去 蒋东智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警察 告诉我 你们约的在哪 在我们没赶到之前 你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你不能一个人去 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我要跟前面我们给你 我逼你去 蒋东智你这个疯子 你快告诉我 约会地点在哪啊 组合 你快说他在哪啊 还有一句话 其实你长得不丑 你长得特别好看 真的 上次在车上的时候 我想亲你嘴来着 结果亲脸上了 现在注意亲来 再偷遇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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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